老当义壮 东汉名将马园 从小就胸怀大志 马园知书实礼 精通武艺 为人中耿正直 歌死了 马园就行丧礼 侍奉寡扫 恭敬敬礼 后来马园当了扶风郡的都游 奉郡太守之命 押送一批犯人到长安 沿途他见囚犯们痛苦哀嚎 不忍动了侧眼之心 放了囚犯 自己也只好丢了官 逃亡到北朝郡躲起来 这时恰好赶上大赦 以前的事不再追究 于是他安心地搞起 去木业和农业生产 不到几年功夫 马园成了一个大畜牧主和地主 有牛羊几千头 粮食几万蛋 但是他对富裕生活并不满足 他把自己积攒的财产 牛羊都分送给他的兄弟朋友 他说一个人做守财奴 太没有意思了 他常对朋友说 做个大丈夫 总要穷当义奸 老当义壮才行 老当义壮 是指年纪虽大 但稚气豪壮 都用来赞扬老年人 不怕苦 不怕累的工作精神 那些东西 顺眼 柔和财者 这种网友